大家好 我是阿米 欢迎收看看跨镜教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镜头上最新消息 数字服务机构以Mark集团公布数据表明 2021年 全球露营帐篷市场规模达26.5亿美元 2022至2027年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6.87% 并有望于2027年达到38.7亿美元 目前 国内的帐篷相关品牌可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户外用品系列下的分支品牌 帐篷只是其中一支 受众主要是入门用户 第二类则是专业做帐篷的品牌 可以近似理解为帐篷中的小米手机 专为发烧友而生 从两者的受众定位可以看出 第一类品牌看重的是 如何使其品牌认知度和市场份额最大化 产品质量位居其次 而第二类则是专心做高性价比的产品和品牌 当然 两者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 在不同的细分市场 他们各有千秋 比如说 在户外露营土极度不高的地区 因其本身就没有太大的露营帐篷市场规模 可以用大众接受度高的产品当敲门砖 先初步占领消费者的心智 再考虑如何进一步做大当地市场 而在户外露营文化繁荣的北美 西欧等地 其露营发烧友的数量相对较多 因此 如果只是一味地推入门及帐篷 其市场前景可谓一眼望到顶 此时 专业度高的产品往往能得到更大市场空间